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来来 崔八宫啊 八宫病了 有什么话就在这说吧 老夫身体不适 恐将病气传给贵客 不知这位贵客是 这位是西域来的豪商 燕朗 燕某见过崔八宫 我这不是家里边遭了点事吗 多亏了燕朗君哪 他愿意帮我 今天我把他带到您这儿来 主要是我 崔八宫 他欠我一千万钱 希望您能帮他周转一下 您我之间的交情 区区一千万钱 我借给你便是 你看看 我就说崔八宫上已豪气嘛 听闻崔八宫乃武林巨富 在下燕某行商至此 有一霞珠宝 不知您是否有兴趣 自然有 好 燕朗和岳组长远来时刻 来 尝尝我们武林的待客米酒 来人 上酒 好 果然是好酒 燕朗主 请用 温柔 龙君好爽 你这下珠宝开个价 我全要了 八宫好起 不过这下珠宝已经被人定了 您若要的话 我就回去整理整理 待会儿给您送点图样和样品过来 让你挑选 好 八宫交代 即刻起封闭八方楼 不许出入 一个个查 非得把这贼人揪出来 传言郎主一个公告 郎主怎么知道 我们一进八方楼 就被监视 这崔八宫想要我的珠宝 如今珠宝丢了 他不会放我走的 就这么简单 你们把淹室商队里里外外 都给我搜清楚了 我到底要看看 这毛贼能够藏到哪儿 是 你们在干什么 停下 都给我停下 你们不许追贼 本来送不苦主的地方 是何道理啊 我便是道理 要管也是官府来管吧 轮不到你 在八方楼处的事 就该我八方楼的人来管 你 商品都搜了 全部都是空的 东西呢 我们哪儿知道东西在哪儿 我们还要问你呢 东西就是在你们这儿丢的 我们还想问你呢 对呀 我们的东西 到底在哪儿 把东西交出来 快快快说 好你个燕子精 你不是西域的豪商吗 那么多财宝和岭南珍珠 都没有了 你们都留下 好好保护燕浪珠 是 好些吗 没事 珠宝应该不是他们偷了 对 那康总理呢 是不是 抓不到贼 就不回来了 我让他去藏珠宝了 你倒是 难得的坦诚 我知道不坦诚也瞒不过你 不过 这崔八宫跟林荣道有关系 我知道 老主来这武林城 就是为了崔八宫 带着岳组长 也是为了扣开八方楼的大门 但是发生了 意料之外的事 可崔八宫怎么会知道 我们的珠宝里有财宝 里南珍珠 这消息不应该是他们能知道的 所以我怀疑 这崔八宫背后 另有其人 还得是一个对你和谱 广州之心 甚是了解之人 会不会武林城已经一处 背后之人 就是崔十九 没错 王主 王主 怎么会这么严重啊 这不太像是账毒 好些吗 我种了梨龙道的毒 梨龙道的毒 何是种的 为何会种啊 没事 早就习惯了 什么叫早就习惯 我回头再跟你说这些 你过来 我告诉你珠宝藏的地方 他说你们带着珠宝 还有这些人先走一步 我让人通知张静燃来 来亲应你们了 那你呢 崔八宫想要这些珠宝 他没找到之前 不会动我的 黑山他得监视我 我都动了 你们便很难离开 还是难受吗 好多了 好多了 怎么会种梨龙道的毒 我被梨龙道 过了八年 你小动才子 让你走 走 我不是无可 我想道中的灵 能把他当骨头 遇够正式 我只想冲进天人 你不要 行 好多了 我 好多了 男人 小三 你以为你跑得掉吗 可我挡死你 我平静一切 想要活下去 他把他像畜生一样挣扎 就这样过了八年 逃跑 被打 被冠 就这样 我没事 约组上把八方楼的人都调走了 你恨心休息 等我 等我 休息 休息 来 快点 活蹭什么呢 开头了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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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吧 热 让开 快点 快点 崔甲 几位贵人 你们就在这矿洞里消消气 好好替八公干活吧 黑山 你胆大万为之 可是随时十九郎 这里是八公的天下 我管你是十九郎 还是十九娘 都给我好自为之吧 带走 是 前进休息 出来 先走 走 快点 快点 大宋令 别摸 走 帮主可能也在这 快 扔上 快 快 垃圾 快点 起来 放火 干活 快点 起来 快走 黑甲 给他们安排点费力气的活 是啊 拿东西干活 快点 快点 黄魔特宋的干什么呢 那边 滚起来 快点 起来 快点 快点 走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就是我们崔石九郎君 都好好照顾一下 崔石狼 崔石 崔石 崔石狼 在这里 我好好干你的 你就死定了 快点 快点 拿着 崔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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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走了 灭一惊天 崔佳你不得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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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佳你放开我放开 起来吧你 快去干活 走 看什么呀干活 没什么警察 崔总理 你想办法 快 把这些人都救出去 我再去找郎主 快去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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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干活